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6月12日 德国预措匈牙利 周日凌晨 欧国联继续有多长好戏奉上 其中联赛组中的C组将上演匈牙利和德国的较量 无论从世界排名或人员储备上来看 德国的实力显然在匈牙利之上 加上近年来两队交手战绩亦是德国占优 相信今仗德国依然是迎面更大的一方 凭借多米尼 苏保斯拉尔的12码入球 匈牙利经界欧国联手轮就以1比0爆冷战胜强敌英格兰 球队士气可谓十分高涨 但随后面对意大利的比赛当中 匈牙利尽显与欧洲一流强队的差距 包括全场比赛射门数 传球成功率 以及控球率均不及对手 而且期间匈牙利取得的唯一入球 还是对手的自白乌龙造成 逐渐直接威胁对方的能力有限 留意匈牙利进入2022年之后的比赛 可以发现球队进攻端的表现平庸 期间进行了四场比赛仅有三球竞仗 其中一个乌龙球和一个12码 进攻伐力是匈牙利的缺点之一 考虑到竞仗将要面对以严谨和稳定著称的德国 匈牙利想要在对方后场兴风作浪难度可谓极大 另一边乡 以德国人脚实力来看 其实球队今届欧国连踢的并不理想 虽然他们投两仗接连面对意大利和英格兰 但无论先入球还是先落后 德国都没有更多的应对方法 可想而知 费利克想要打造一支融入自己战术体系的球队 还需要点时间 但可以肯定的是拥有卡尔 夏维斯 查姆 梅斯亚拿和沙志 格纳比茨等才华横溢的球员 德国的潜力无限 尽管去年夏天两队曾有过相遇 当时双方以2比2握手言和 但从德国高达75.4%的控球率可以得知 该场比赛他们对匈牙利的压迫做得相当出色 仅仅是机会把握能力上还差少少火候 至于德国近来在进攻端的表现也算得上可圈可点 近11场比赛他们共有36球进仗 换言之军场能攻入三球之多 加上球队急需打开金界欧国联的胜利之门 进仗必然战役十足 此番不妨看好德国取得首胜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